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最晚期是2020年的8月底进行的围甲联赛 由黑芳丁世雄对战白芳,李群豪,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还是比较常规的布局,上面走了一个拖着电视 黑芹挂脚完之后拆二,白芹拆边 上面这里先拆边的话呢,就是防止黑芹逼住捞空 然后逼住之后还有后续的这个打入的手段 黑芹挂脚,白芹小飞,黑芹左边逼住 白芹打入进来,这手打入除了掏空之外呢 还瞄着这个心位上面的碰,碰完之后搬,在这个地方腾罗 黑芹下一手小尖就把脚上给补好了 不过这个补的,违控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白芹碰一个黑芹利,这两手棋的交换,让黑芹脚上更为的重复 之后白芹底下飞压,然后攻击左边这颗黑子 黑芹冲一个白芹扳头,黑芹二路飞 一边坐根据地,一边瞄着白芹外面的保卫 所以说白芹小尖补一手,当然还是存在断领 黑芹接下来搬白芹连搬,吓得非常有气势 黑芹这块芹啊,活芹肯定是不成问题 但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让白芹外面走得太厚 而且这里最好能争得一个先手 AI告诉我们呢,这个地方 黑芹最好的下法应该是断打在这里 然后先手提掉这颗子 白芹封锁的话,黑芹就已经可以脱先了 因为对于黑芹左边这块芹来说的话 上面呢,这个二路拖,白芹搬黑芹几个可以坐眼 左下角黑芹往二路大飞也可以坐眼 这里活芹肯定是不成问题 所以说如果能争先手,然后再去抢大场的话 黑芹左边的目鼠又拿到了 节奏呢,还非常的快 肯定要比实战好 实战黑芹打持在这儿 再打白芹长 首先把白芹外面给撞后了 然后黑芹虎一个 这里的出口也显得非常的狭窄 白芹呢,这个时候最好的下法就是外面拐头 实战也是这样下 如果说虎一个去搜根的话 那黑芹贴出来 首先紧住了白芹这两颗子的气 并且呢,白芹这一串先手交换完之后 还是封不住黑芹 底下长一个黑芹可以贴住 反而有点帮助黑芹扩张模样的意思 脚上以后黑芹露飞 还有一通搜刮 白芹外面气紧的话 还得再拐打补齐 所以说白芹这里拐住 是最好的选拐 当然黑芹也不用考虑去反击了 因为气太紧 这里黑芹要是顶住 把白芹给冲断的话 那被白芹先手断开之后 再虎一个黑芹就不太行了 这个地方冲也冲不出来 被白芹打持还自紧一气 然后白芹沾上 底下黑芹得补 左边这块鱼形被白芹往前一冲 眼尾也没了 这里直接要被反杀 所以说实战 黑芹并一个活芹 白芹打持联络 黑芹沾上 之后白芹底下肩冲 一边压缩黑芹的空 一边慢慢的补好外面的这个断领 黑芹就没有在跟着白芹的步调 在这走齐了 越走白芹越厚 所以说黑芹二路飞 直接做活 接下来的话 黑芹有这手挤 可以把这个脚上的空 给割下来 所以说白芹虎一个 虽然说有点俗 但是先手不断 这里补好之后 白芹右下肩顶 继续捞空 黑芹长一个 白芹再挡下去 黑芹下力 这个是眼位的要点 白芹右边阵头 那这个地方作战的话 黑芹还是应该充分利用 白芹左边这里的断领做文章 AI的推荐 是黑芹往中间贴住 这一手棋相当严厉 并不怕被白芹搬二字头 因为白芹如果说敢搬的话 黑芹马上咔嚓一段 白芹这个尾巴 就要被切断了 因为你拐打 黑芹长一个 底下要沾 上面有个断打 所以说黑芹贴出来作战的话 白芹只能选择补断 黑芹再听头 这样白芹底下要 左边这块芹也需要出头 就会形成一个乱战的局面 黑芹也并不轻松 因为中间这三颗子缺乏眼威 右下角这两颗子也随时要防止被白芹给抱住 这个局势就很乱了 实战黑芹是往这里去大飞 这个芹形有点奇怪 刚好凑白芹往这一穿 黑芹的下一手棋呢 这个地方可以直线攻杀 黑芹如果说往底下直接冲断的话 是相当严厉的 因为白芹打吃 黑芹沾 白芹回一个不断的话 黑芹左边这个地方可以冲出来 还是要瞄着这个断点 白芹搬头 黑芹就咔嚓断上去 白芹如果说底下做活 那就太委屈了 相打吃出来的话 黑芹反打完之后再往底下打 这样白芹也就出奇了 沾上的话被黑芹先手断打 分开 要反杀这四颗子 所以说黑芹应该马上冲断 实战黑芹想在脚上搜刮 原地做活 所以说先穿向眼 白芹补一手 黑芹冲完之后点脚 这也是一个组合拳 白芹沾上 黑芹二路班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芹团住的话 首先黑芹已经先手便宜了 而且这里的眼位 先手扩大 接下来黑芹可以再往底下冲断 白芹打吃 黑芹沾 等白芹再唬一个的时候 黑芹就不一定非要往左边这里冲出来了 因为右下角这里走中了 很有可能白芹左边这个尾巴气掉了 把右下角这里的黑芹一吃 这个转换黑芹不一定便宜 所以说黑芹可以转变思路 直接加持这颗子作业 等白芹左边拐头补一手的时候 黑芹底下随时挡住就活起了 这样黑芹也非常的成功 就把白芹的这里的潜力全部给破坏掉 所以说AI还是比较看重这里冲击白芹保卫的 实战白芹选择转身 搬下来 那黑芹断打完之后活一个小角 白芹断打之后成 把外面这几颗残子给吃住 黑芹在拆边 限制白芹的发展 虽然说看上去黑芹活一个小角 外面都要死 这个转换不便宜 但是呢 这个里面白芹的味道比较差 所以说白芹如果说想吃干净的话 最好还是回到底下拐头补一手 比较的稳妥 所以说这里也是有一个先后手的问题 这样黑芹可以继续抢大场 总体来说黑芹不亏 实战白芹为了追求效率 就无视底下的保卫 往上方去掉一个 瞄着跨段 黑芹尖顶白芹在盖头 这个地方确实是可以把黑芹封住 因为如果说黑芹斑的话 白芹沾上先手 黑芹不断 白芹上面可以再刺一下 把这里不断的加强 冲完之后 打吃先手 再一扳 就用最俗的方法 把黑芹右边这个头给闷住 从而让上下两边的这个模样 呼应起来 这样白芹的这个潜力就非常可观了 实战呢 黑芹也不想在这个地方 跟白芹过于的纠缠 保留右边的味道 直接往天元一点 就进来掏空了 白芹这个时候碰上去 这个地方白芹的构思还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AI的思路呢 是白芹在底下补齐 实战白芹先往右边掉一个 靠压 等黑芹进来的时候 白芹再去碰 这个呢 就是想通过攻击黑芹中间这一块 顺势就把底下给补好 这样的话省一手棋 之后黑芹搬进来 白芹咔嚓一段 黑芹再往底下断 终于还是想在这里 做文章 白芹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拐打 确实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会让黑芹中间 这里的生存环境 变得更好一点 因为黑芹连续打吃之后 底下长一个闲手 贴住闲手 白芹弃紧 那只有加吃 黑芹就可以直接贴出去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芹中间的这个断点 白芹是不敢随便断上去的 因为断上去被黑芹反打 就可以把这三克子给吃通了 所以说 相当于给了黑芹更大的 可以逃跑的机会 而且黑芹这里逃跑之后 直接就影响到白芹左边 毕竟这块芹还不活 所以说始战白芹走的还真够大局的 就直接打吃在外面 把脚控给气掉了 这个气得非常的大 然后白芹睁到一个先手 又在外面去补气 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大心脏 毕竟这个左下角的控气掉 还是非常心疼的 中间能为多少 还不知道 之后呢 黑芹再从上面这里搜刮 白芹依然不理 继续往中间补气 白芹为了这个 把中间的控围住 也是下了血本 之后黑芹往上面靠断 白芹尖顶 挖的话呢 不严厉 因为被黑芹打出完咒 沾啊 白芹断上去之后 黑芹断打完咒 再把上面这颗子一吃 那白芹的边控又被掏掉了 这样的话 只是一味的去围中间 这个风险太高 毕竟两边还漏着风 所以说白芹尖顶 先把这个边控拿住 这也是比较实在的 黑芹继续从左边 渗入进来 那这盘芹也算是 教科书式的下方 黑芹四个脚在手 然后再把中间这里 想要给掏掉 典型的这个四脚穿新的格局 那就看白芹如何 进行中间这里的大模样 接下来白芹分段 黑芹穿向眼 这个AI的这个心 还是比较黑的 如果你从这个里面掏空的话 白芹马上就要连根 把黑芹给切断 放你上面联络 白芹挖沾之后 等你补断 我再把这个出口全部给封住 等黑芹中间补断的时候 白芹再去补齐 把自己全部联络 那黑芹中间这点地方 到底能不能活 就是个问题 当然白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能杀掉黑芹 这个就要看后续的 这个力量的比拼 那实战呢 白芹还是 先把这个实惠的控 捞到手 这个补一手 黑芹上面压过来 白芹再飞断 之后黑芹冲一个 然后白芹又退让了 选择在中间拐打 其实这个芹 白芹可以下得狠一点 我就冲断 冲断完之后呢 把你这个后路给断掉 白芹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下的话 上面的芹太紧 被黑芹打出完之后 中间贴住先手 二路有个断 这个芹白芹不能打 打的话有个双打吃 然后白芹要团住 等于说还是放弃边控 然后去杀中间 这个芹也很难判断 因为黑芹打吃的话 白芹气也紧 中间到底能不能完全吃住 也是个问题 全部吃住的话 白芹好 吃不住的话 那白芹落空 所以说白芹进入到这个中间 去发展的时候啊 始终都不想冒险 就想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牧鼠 拿到手上 所以说实战呢 白芹拐打又补了一手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 味道彻底补好了 但是也同时失去了 杀黑芹的机会 黑芹这里靠段的话 左边跟左上角可以联络 这里又出现眼卫了 然后白芹右边搬 黑芹挖沾之后 白芹沾上 这里的缺口也不好 黑芹要露跳 接下来看似就是一个 收官的格局了 这个时候呢 局势还很难讲 白芹打吃 底下挡住 不惜走一个鱼形 也要把这个空给完全撑住 黑芹右边搬完之后立 白芹挡住 接下来 黑芹下一手这个长啊 还是比较的有优势意识啊 但是这个芹降了胜率 这个时候应该趁白芹上面 没有补好气井的时候 断在二路 这样的话白芹也只能打吃 然后黑芹断打之后 把左上角的空吃掉 这样这个是盘面最大的地方 只战黑芹往前场 一个有点帮助白芹补齐的意思啊 白芹往招一虎 那上面基本上味道就补好了 黑芹再往这跳一个作业 白芹继续唯控 之后黑芹底下挺头 白芹右边一路搬 这个算是一个双先关子啊 黑芹也不想跟着白芹的这个步调走 所以说拖先 左下角先断一下 这个也是试一下白芹怎么补 实战白芹补在这 然后黑芹再往右上角去搬啊 黑芹进入到这个中盘阶段 下的芹都感觉 觉得形势不错 其实这个芹还有更为严厉的下法 就是二路点 马上要冲出来 白芹压过来的话呢 黑芹再搬过 那很明显要比直接搬好不少 白芹挖斩的话 黑芹已经便宜了 而且这里还没完 黑芹还可以端上去啊 端上去的话 现在白芹打吃 黑芹反打完之后长 那等于说白芹的边控 就没有捞到什么 这样还是黑芹满意 如果说白芹粘在左边的话呢 那里面要出芹 因为这个地方 黑芹挺头的话 白芹不敢冲断 再冲断的话 被黑芹这里打吃 那就直接吃通了 边控不仅没了 黑芹中间还直接活起 这个白芹太亏了 所以说黑芹长的话 白芹要粘 那黑芹还可以粘上 脚上呢 白芹断打 黑芹当然不能粘 粘的话被扑完之后打吃 一气闷 但是黑芹可以作结 这个地方形成结针的话 就说不定了 双方都很重 黑芹要是打赢的话呢 首先白芹左上 这几颗子得死 然后外面这一串 不补的话 会被黑芹分断 也得死 当然黑芹这个负担也很重 这块芹木树也很多 这个就要直接在这 分出胜负了 可以说是黑芹的一个机会 但是最起码 点完之后 白芹挖斩之后 黑芹不使出这个手段 也要比这个单斑 好很多 实战的黑芹直接搬粘 让白芹左边飞出来 还是瞄着黑芹大龙 黑芹往前飞 左眼 白芹上面补一手 之后黑芹往中间冲一个 左上二路点 白芹粘上 黑芹冲一个之后 再粘 这里木树比较便宜 白芹左边跳回 那黑芹大龙 往左的脸落已经被切断了 然后往右边断打 连回 白芹往前冲一个 这个地方其实对于黑芹来说 虎一个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白芹打吃的话 黑芹提 上面冲 粘上 黑芹可以全部连回家 这样还是一个关子棋 也比较细腻 实战的话 黑芹有点想先便宜一点 木树再连回家 所以说往左边刺一下 白芹挤一个先手 之后这个芹 其实对于白芹来说 要好好的算一下 因为黑芹右边没有联络的话 白芹是可以马上往上冲断的 但是呢 白芹左边这里大龙 也没有完全连回 黑芹有这个手段 先虎一个 破眼 虎一个之后呢 往前冲 白芹得长 联络 然后黑芹可以把底下的 这个旗径给连回 白芹冲一个 破眼的话 那黑芹可以再往底下打持 先手 白芹提 这个棋我们要注意啊 白芹上方随时嵌了一个断点 只要黑芹断 那里面必然就会形成对杀 当然黑芹不会马上断 因为现在的气 黑芹并不是很多 黑芹还有这种手段 往中间冲一下 看白芹怎么应对 你要是敢打持的话呢 黑芹马上一沾 那大龙就活起了 两眼作活 白芹如果说冲进去 破掉这只眼的话呢 那黑芹往底下打持 先手 滚包 再往前一沉 那白芹底下这一串鱼形啊 也是需要后手连回的 那黑芹这里已经先手 尝出来气 回过头来 再往左上角咔嚓一段 跟白芹大龙对杀 这个就很难讲 就算最终走成一个双火 白芹都不能满意 因为中间的空被掏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芹冲一个去动手 跟黑芹对杀 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实战白芹选择沾上 先把自己连回 那白芹已经安全了 黑芹按道理来说 总得连回家了吧 这个虎可以说 是现在必然的一手 但是实战黑芹 突然出现了误算啊 往左边这里再冲一下 希望肯定希望白芹单退 黑芹再连回 这个也太贪心了 白芹计算清楚之后 直接往上面冲断 那黑芹如果说 反杀不了的话 大龙只能死在里面 接下来黑芹搬进来之后 白芹顶住 黑芹再冲一个 白芹往这一起 黑芹就认输了 那这盘芹就突然结束了 为什么呢 如果说黑芹继续下下去的话 沾上 那白芹断是一个先手啊 四颗子 黑芹得连回 黑芹要打吃 补齐 那白芹贴住 这样的话呢 黑芹断 形成对杀 白芹往里一冲 黑芹就 动弹不得了 因为你要是断的话 白芹往上一冲 直接齐筋吃通 中间大龙也得死 你沾上的话呢 白芹沾 你再补断 白芹直接冲断 这个地方 黑芹也很明显杀不过 那这盘芹呢 也是相当精彩 在左下角这个地方 一开始的布局阶段 白芹其实还是比较优势的 但是进入到中盘之后呢 这个芹就走得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焦主 然后黑芹的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在上方这里的定型啊 黑芹如果说能走到这个二路点 然后再搬的话 这个木树是可以便宜不少的 还有就是在最后啊 这个大龙有几次可以连回家的机会啊 黑芹都没有把握住 在这里出现了误算 像瘫这一点木树 结果被白芹断开 直接就突然反杀了 好 那这盘芹就给其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其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